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,三星和英特尔,先进工艺争夺战,愈发明朗。 最近,三星在其年度盛会三星代工论坛SFF上,论坛的主题为赋能人工智慧革命,三星展示了其最新的代工技术路线图。 三星在会上宣布将推出两种新工艺节点,SFRZ和SF4U,强化其尖端工艺技术路线图。 关键的背面供电,BSPN技术将在最新的2奈米工艺SFRZ采用,2027年实现量产。 与第一代2奈米节点,SF2相比,将BSPN技术应用于SFRZ不仅可以提高PPA,还可以显著降低电压价,从而提高HPC设计的效能。 此外,三星还宣布,2027年量产1.4奈米工艺,并确保效能和良率。 三星强调其对超越摩尔定律的持续承诺,将通过材料和结构创新,推进1.4奈米以下工艺演技。 面向生成是AI的历史性机遇,诸如GAA之类的结构性改进,成为满足AI晶片功率和效能需求的必要条件。 在论坛上,三星强调了其GAA技术的成熟度,这是赋能AI的关键因素。 凭借积累的GAA生产经验,三星计划在今年下半年量产其第二代三奈米工艺SF3,并在即将推出的二奈米工艺上应用GAA。 自2022年以来,三星的GAA产量一直稳步增长,并有望在未来几年大幅扩张。 不止于先进工艺持续迭代,为着力为客户提供AI交钥匙方案,三星将全面整合代工、存储器和AVP的基点和优势,提供高效能、低功耗和高带宽的解决方案,并可根据特定的客户AI需求进行定制。 这将大幅简化客户的供应链,并加快产品上市。 三星称,通过使用其集成的AI解决方案,无精元厂客户与分别使用代工、存储器和封装相比,将从晶片开发到生产的时间缩短约20%,意识到AI浪潮中吸光子对于快速可靠的数据传输与降低AI功耗的重要性。 三星也计划在2027年,推出集成光学元件的AI解决方案,提升一战式AI解决方案的高价值。 在不断叠加的组合权之下,三星预测,到2028年起,AI相关客户名单将扩大5倍,收入将比现在增长9倍。 尽管三星着力强调,其先进工艺进阶和整合式AI平台方案,要在生成是AI时代,占有一席之地。 但一个难掩的事实是,三星在3奈米明明起了大早,却赶个晚级。 据Trendforce称,今年第一季度,三星在晶圆代工市场的份额从上一季度的11.3%下滑至11%, 而台积电的份额则从同期的61.2%攀升至61.7%,两者差距扩大至50%。 有专家分析说,在3奈米领域,三星败局已定,台积电订单已经到了2026年,可说是取得完胜。 因而,三星只能在2奈米、1.4奈米以及1奈米寻求追赶甚至赶超的机会。 目前半导体最大的机遇是AI领域,这个领域对晶片要求是高效能和低功耗。 三星针对AI领域退出了高效能和低功耗的技术路线,提供交钥匙的服务,及希望抓住AI时代的机遇。 三星于2022年6月率先量产采用GAA制成的3奈米晶片。 然而,其首代N3节点,SF3E并不是特别成功,应用范围不够广泛,起初仅用于加密货币。 后来自家Exynos 2500晶片良率也未达标。 此外,谷歌Tensor处理器均由三星打造。 然而,Tensor G4仍采用三星4奈米制成,且据传Tensor G5将转由台积电3奈米打造。 台积电尽管3奈米仍采用FinFET技术,且量产时间晚了几个月, 但随着其效能量率不断提升,基本已一家独霸三奈米市场,并且产能持续吃紧。 自三奈米量产以来,台积电已从第一代N3B进阶到第二代N3E, 今年下半年将量产第三代N3P,相比前一代提高4%效能,或在相同主频下功耗降低9%。 台积电表示,N3P已经完成认证,量率表现已接近N3E。 有报道称,苹果、高通、徽达、AMD等巨头排队大举包下台积电3奈米订单, 虽产能比上一年提升三倍,但仍供不应求,市场普遍预测, 2026年将出现台积电3奈米荒。 而随着英特尔新款,CPU也将采用台积电3奈米工艺, 预计这些公司对台积电3奈米产能的竞争将更加激烈。 如此霸气之下,台积电的涨价也就毫无悬念。 前不久台积电就宣布,台积电将提高300米工艺价格, 并自信满满地宣称,台积电没有竞争对手。 随之而来的是,最近上游,IC设计公司一开始传出涨价消息。 供应链透露,高通、笑龙8、ZN4E台积电N3E打造, 较上一代报价激增25%, 不排除引发后续涨价趋势。 但业内同时指出,涨价幅度合理, 因为相较5奈米, 3奈米每片晶圆成本价格大约贵25%, 且这一涨幅还未考虑整体头片数量、设计架构等疑俗。 在此攻守之势一眼的情形下, 三星的反击策略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着力提升产量, 尤其是对搭载3奈米晶片的Galaxy产品压下重注。 于7月推出的Galaxy Watch 7系列将采用代号Sapphire的3奈米Exynos W1000晶片。 今年下半年, 三星计划量产用于Galaxy S25系列的3奈米应用处理器Exynos晶片。 只有将自家产品、打磨证明其工艺足够先进和可靠, 才能吸引挥达等大客户的回首和承诺。 总体来看, 三星虽在3奈米先生夺人, 但台积电以及稳健的技术策略以及良率的持续提升后来居上, 在3奈米市场, 三星已然处于下风, 而三星能否凭借后续的2奈米、1奈米以及充满理想的AI平台方案, 在未来的比拼中能否挽回颓势,仍未可知。 有业内人士指出, 从3奈米到2奈米再到1.4奈米, 技术从FinFET转向, GAA再进而逝, CFET, 良率达60%至70%就已不错了, 加上3D封装使得面积增大, 良率也会有所降低。 三星、英特尔向更为冒进, 而台积电的工艺路线更为稳妥。 加之台积电在良率、产能、生态链等方面更占优, 与客户的关系更为牢固, 短期内仍难以撼动。 业内人士坦言, 台积电能走到今天, 并不是靠运气或者一味的埋头苦干, 它是靠产学研全方位系统经营, 以及超前技术布局, 数十年如一日, 脚踏实地积累, 不耗高物源, 不妄想搬到超车, 坚持投入一步一脚印, 在累积了三十年后, 成就了台积电, 在全球半导体代工领域的霸主地位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库论有余。 最后, 请用户点赞, 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